老头师傅好练习保瓶器的时候 呼气的时候手臂要一起松掉嘛 对 就是保瓶器你看哈 我现在是站着 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 它撑 保瓶器撑起来是两个手臂伸直 你看 直接把你的这个胸腔全部拉开 其实说是拉胸腔 是把我们这个里面 五脏六腑全部做的按摩 它不是头缩进去 是我们通过手臂的铁身杖 撑撑撑 你看 是肩膀看到没有 是整个这样撑起来 撑起来让你吐气的时候 你记住 我们在吐气的时候 你看鼻子 直接你看那些吐 整个人全部松掉 然后你看他的气 直接就好像一沉 你看吧 你看平时咱们气都上腹 所以这个包括 这个和中医浩脉是一样的 你看中医浩脉 寸观尺 是不是吗 那么寸观尺 寸那个地方 它是羊脉 羊脉以后 如果是手一搭上去 就知道那个脉了 这个就是阳气 它就是往下散 阳气要浅 其实要浅呢 浅浮嘛 浅浮的浅 你看后面是 往那个地方以后 往下再一点 赶紧那个脉 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一样的道理 知道吧 那我们平时 你看 人不断的在向外追求 随着你的七情六欲 不断的向外追求 其实就不断的散耗你的氧气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就不断的